哈喽,大家好,不好意思,今天又开始晚了,因为我去巴黎之前,我打印了那个资料,就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资料,但是我刚才找了很久都依然没找到, 我估计是上次因为匆忙,太多事要做,然后又赶去赶飞机,所以可能打印错了,我把那个东亚政治制度的没打印,反而把那个世界殖民史的第二部分给打印了,所以我刚才找了半年没找到,反而找了两份世界殖民史,也很厚的这么多,所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到处翻箱倒柜的,现在我没办法,我只有用这个电子版, 电子版就是要不停的扭头去扯,大家不要以为我,不专心,分神,因为在旁边的屏幕上,我看看怎么调一下,这样是不是好些,对,这样好些, 如果之前预告的,我们这次讲这个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讲新加坡的人,一个新加坡也是儒家文化,而且也是受这个共产党的影响很大,你看他们的国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新加坡的国旗,我以前没注意, 其实这个领子就有点乱,没时间运衣服,虽然我们之前学这个东亚的各国的制度的时候,也见过这个国旗,我都没有印象,刚才又看了一下,就很惊讶,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红顶,跟中国的那个共产党的旗子一样,红色的底色, 然后上面竟然有四颗五角心,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心悦,就是那个伊斯兰教国家的那个心悦, 所以这就综合了很多这个因素,所以你去想想,它这个民主基因是非常少的, 而我们今天分几部分,先就是一些,讲它的一些历史,然后就是它的制度, 那看这个分类,制度,然后就是政治制度,然后就是经济,然后就它们国家的机会和问题和机会, 我想最后一点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前面的这个什么简单介绍,我们就不讲了, 那些供这个学者研究的时候进行讨论的,启发思考, 那么它这个里面建筑也是半阳半中,也带有殖民地色彩,也有中国色彩, 然后挂着大街上挂着大红灯,然后我们那个郊球拍的照片, 这是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屏幕上也不好展示,大家可以自己搜索, 就很有意思,大街上挂着大红灯,然后远处是一个大的什么珍珠, 什么被挡住呢,珍珠广场是什么的,一个大的摩登大楼,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佛像,建到这个院门自己家的那个, 像我们北方农村的那种院子,青砖,那种青砖的院门, 砌起起来的院门,很传统的,也是老嘴经的那种, 然后上面不是屋檐,反而是各种佛像,印度式的佛像, 七星乖光的,青的,绿的,恐怖的,和祥的,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教堂,大街上有白色的教堂, 像那个北京前门附近有个叫什么教堂, 那么就是在那个路口,正在路口中间, 四面都是路,中间一个教堂,它那也很像, 然后还有清真寺,就是金碧辉黄的, 然后就旁边的红,红瓦,白墙的中式建筑, 然后就远处摩登大楼,几百,一百多寸高, 或者是几百多寸的,反正非常高,比例非常不, 非常夸张的那种,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晚上的照片, 像那个香港式的夜景, 看他们那个水比那个香港比那样, 珠江吗,不知道,漂亮多了,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美国白宫式的房子, 这应该是他们的政府建筑, 总统说是什么的, 然后这张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一下, 这张非常棒,这也是晚上的业绩, 看得出来吧, 其实这个的确还是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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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大家看的, 这样, 后来看, 角度的问题, 这一张, 等一会儿,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像那个白宫啊, 有一点点像, 西方的政府建筑, 这就是刚才说的晚上的镜头, 晚上灯光的, 然后这些红房子, 矮房子的摩承大楼, 那这就是清真寺吧, 应该是, 那这就是说的那个教堂, 当年那个西纳里好像还去过这个教堂吧, 那这就是说的那种中印结合的那种门楼, 上面就是各种佛像, 上面就是各种佛像, 然后这下面是门, 青砖, 那种像那个五门的那种老式门, 那就是说这个灯呢, 看见吗, 这个横上, 横横, 叫什么叫横, 天上挂的, 像横湖似的, 然后对于远处的一个珍珠什么什么广场之内的, 也就是这些照片, 那然后这就是他的, 这也有一张夜景, 像这个香港一样的, 那这就是他的地图, 看到吗, 这是反的吧, 这是新加坡, 然后有一条河, 就看到, 然后他的下面就是印度尼西亚, 上面就是马来西亚, 他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创的, 当年他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邦, 马来西亚是年邦吃, 这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就是世界地图, 新加坡在这个尖尖上, 马来半岛, 然后他的国名, 就是新加坡或者是新加坡共和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国名很多时候就没有什么代表意义, 朝银还是民主人民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统治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人民没什么关系, 然后他的南部的肩部啊, 就是那个, 这个位于这个马来半岛的南部, 最南部刚才说过了, 然后他的大是718平方公里, 就很小了, 就可能就中国很多市或者县都比他大, 那湖北省是18万平方公里, 是他的多少倍, 18万, 是他的, 18万除以一千, 18, 是他的200多倍啊, 这就太大了, 湖北省眼差, 应该只有200多倍, 有没有, 没有200多个县嘛, 我不知道我们随州多大, 反正肯定比718公里大, 718公里, 你看就30公里, 这些30公里就是900公里, 平方公里的, 我们随州绝对不止30公里宽, 30公里长, 随州只是一个县, 比我们那个乡镇大, 大一点, 那他的书府就是新加坡, 其实他就是个城市国家, 然后他的官方语言, 马来语, 汉语, 他咪呢, 我不知道他咪呢是什么语, 然后可能是跟印度语言有点关系吧, 然后就英语, 英语就是, 真正的官方语言, 就是交往和官方文件的语言, 然后人口, 2015年统计的是大约5.47, 百万, 就是547万, 然后其中就有差不多一半, 百分之四十, 2.13兆, 2.13兆, 2万, 213万外国人, 然后他的人口构成, 就是新加坡, 叫什么, 公民, 就是有新加坡国籍的, 和这个永久居民, 只统计, 这些外国人没统计, 中国人是74.3%, 这就非常高了, 然后马来人是13%, 13.4%, 然后印度人是9.1%, 其他的是3.3%, 你看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当年要从那个马来西亚独立的原因, 因为这个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主,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分歧,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光看前面数据70%都觉得很多, 你看那个图才四分之三, 也不是太多, 然后就是他的人口密度, 是7541人每乒乓公里, 非常高了, 然后叫什么, 宗教信仰, 33.9%的是佛教徒或者道教徒, 这其实就代表中国以前的, 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前的这个中国人口信仰比例, 当时佛教道教人数非常多的, 那肯定比这个高, 因为新加坡后来经过英国殖民的, 他现在那个基督徒有18.1%, 这中国以前是觉得没有这么高的, 然后14.3%的穆斯林, 这个就不知道中国是多少, 我忘记了, 以前我也看, 现在可能有2000万左右吧, 没多少, 2%或者过了2%, 然后他有5.2%的印度教徒, 然后还有16.4%的是无审的, 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是个问题, 你看新加坡的人, 也没有因为这些16.4%的人, 也没有道德败坏吧, 重要的还是制度, 然后他的叫什么国庆, National Fairtag, 8月9号, 1965年独立, 从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 所以就这称了他的国庆节,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这个独立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独立, 如果马来西亚不给他们压力的话, 让他们自制的话, 他还不应该独立的, 毕竟独立了以后, 他的劳动力来源和他的叫什么市场, 就是变小了嘛, 这一个大事, 当年是受反殖民地影响, 尤其是有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 所以大家掀起来这个运动, 其实你像欧洲现在都在开始进行欧盟联合了, 保持各自独立自制的情况下, 你像德国, 我们以前讲美国政策制度也讲过, 德国和美国都是联邦制, 包括比利时, 他们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立自制能力, 自制权限, 你像邦他是出了军事和外交都是独立的, 然后就是社区, 这面社区相当于中国的乡镇, 或者是街道社区, 就是城市里面的社区, 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宪法, 他们自己的独立权限范围, 这些范围联邦和州是不准涉足的, 这就是居民自治, 就是由居民成立这个选举, 选举出来一个委员会, 由这个委员会来管理事务, 他们就不是向中国的政府包办一切, 他们这个, 他们那个政府雇员呢, 其实他不一样叫政府, 他们就叫gemeindrat, 就叫社区议会, 他们没有政府委层, 在他们这一集, 就是他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政府大楼, 他们就叫rathouse, 就是议会厅, 或者议会房, 议会大房, house, 就是在那进行rath, 就是讨论的意思, 就是在那议会议会大厅, 然后他们所请的政府雇员, 他们就是这些直接隸属于这个社区的, 不属于政府的, 不属于帮或者联邦政府的, 所以就是在议会, 在社区内就没有政府, 这些人员都是社区出钱 社区人民税收支付的这些雇员 他们处理事务 所以他们也不肯 他们出来拖拉官僚主义 他们不敢胡作非为擅自做什么事的 当然德国的官僚主义是很优秀的传统 现在人们都在老一代的还能忍受 老一代的都有服从心理 从德皇 德一制帝国一直到西藤德 所以他们都是强调服从 所以老一辈已经习惯了 但是年轻人现在都越来越反感 无法忍受官僚主义 所以和官僚的冲突也很大 德国也是这是好事 但是很多政府人也看起来 就是多事之丘了 但是对人民来说是好事 然后他们的叫什么 政府组织形势 是所谓的议会制 民主 但是这个民主打了引号 然后就只有医院制 就不像美国有两院 没有参院 还有众院 只有医院 然后有87个议席 那么一点人就87个议席 非常多了 然后就是国家首领 什么 Dr. Tony Tankenyam 现在什么 李选耀 不知道为什么叫 Tankenyam 选 选洋 OK 我问为什么 他不是心理吗 然后就是从2011年9月1号开始认知 我搞错了 他也是总理 总理负责制 这个是他的总统 很可笑吧 这个人 谈肯燕 然后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Tony 这个很有 不知道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不了解 他没实现了 然后他这个政府首领 政府首领就是李显龙 李显龙 就是宗理 然后他隶属于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PAP 从2014年8月12日继承他父亲的 叫职位开始 也是一个 你看一个人能从父亲那儿继承职位 然后一直当的差不多 当的差不多20年了 不可能是个好国家 然后他这个外交部长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Kasivisvanathan Shamugam 听起来像个印度名字 从2011年5月21号开始 这是以前的资料 我不知道现在改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 他们外交部长很重要 然后就是执政党 当然他们永远都是他们 一党直治 他们也有别的党 也可以参加选举 比中国还好一点 就是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然后下面就提到反对他 反对党 Works Party 就是工党 就是工人党 然后就是Singapore Democratic Alliance 新加坡民主联盟 SPA 然后新加坡民主党 就是不是联盟了 就是Singapore Democratic 我现在英语受德语影响 Democratic Party 就直接民主党 然后新加坡人民党 这个部长和共产党也没有关系 然后就是Reform Party 就是叫什么改革党 然后六个议会 叫什么成员党派 就是反对党共有六个议会成员 议会里面反对党共有六个党派 然后还有就Gilbert Sharpton 就是工会 工会的力量 就是像中国一样 非常紧密的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他这所说的国家就是政府 他还有一个什么国家贸易联盟议会 会议贸易联盟 这应该就是 然后他就是还是 同时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 就相当于中国一样的 他们原来他们不叫这个 不叫工会 他们叫什么国家贸易联盟会议 然后他的这个 十五年是就是叫什么秘书 叫什么联合国秘书 叫秘书长 他是长坤新 长春新 这是南方发言 南方发音 南方女员 他们是说你男于为多还是什么 然后他们他也在新加坡 也在很多国际组织的成员 就是东亚联盟 然后那个WTO 大家都知道叫世贸 然后APEC 环台北洋组织还是什么 然后还是联合国 也是那个英联邦的成员 然后世界银行组织的成员等等 然后他的这个媒体 也有意思了 因为日报 今天 today 然后呢 stirous times stirous times 这就是他 不知道中国把它翻译成什么 然后就是 另外有七个 英特达特达的国际性的有线频道 和13个本地的 叫什么广播 叫什么广播节目 叫什么广播台 或者什么的 很少 7个家实在的电视和广播家前的20个 然后就是 人均收入 42.45000欧元 2014年 人均收入4万多欧元 很高吧 比中国强多了 4万多就30多万人民币 那么就是国内近生产总值 不是毛 毛生产总值 是232.2兆欧元 就是2亿多美元 那么小一个国家 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县大 人家就2亿多美元 经济上当然是比中国强了 因为男人也在这儿 像香港当年没有 他有对国外的经济自由 他们的人民虽然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香港起码没有民主有自由嘛 但是新加坡是 主要是对经济上 对外国 国际经济开放 然后就是 这提到两个短的历史 简短的历史 就是1819年 建立了第一个 英国 叫什么商人的 叫什么 相当于殖民地 就是在那住的 分公司 对 相当于分公司 然后通过是谁啊 通过这个子爵 Stamford Roughness 就是一个什么子爵 他有爵位 通过一个协议 介于 东印度公司 和 哦 Sultan von Johor 马来西亚当时 他们还是 穆斯林国 他们变成苏丹 他们的兄弟 被称为苏丹 然后1824年 1824年转让 新加坡岛 通过苏丹 Fund Johor 直接转给了 转让给了 那个什么 东印度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 以前只是通过协议 现在就完全卖给他 然后1824年 至1826年 就是海峡 建立了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马拉加 马拉加 然后 盆朗 不知道中国的 发展成什么 然后 丁丁 丁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发展出了 这个 新加坡 就得到爆发 成为了 那个舰队基地 就对英国那时候 也很重要 然后就1832年 新加坡 新加坡 就新加坡成为这个管理马六甲 应该是马六甲海峡吧 管理马六甲海峡的 叫什么 管理基地 当然是英国站的 这个马六甲海峡 很重要的世界贸易通道 然后这就有个图 当然加哈 可能当年马来西亚 也没有像现在 这么统一 这个苏丹加哈 是这个 是这个 他的苏丹 把这一块 卖给英国了 这是以前的 那个马来西亚联邦 这一块的黄色的 上面就是小国家 什么 西亚吗 然后1874年 从南中国 中国南部和印度 融入大量的 叫什么 移民 然后1895年 就 哦 1895年 他们竟然成立了 这个联邦 成立了一个联邦 建立第一个联邦 他们有四个 所谓的苏丹 苏丹林地 在英国的保护下 成立了联邦 然后1942年 新加坡是被 日本 叫占领的 然后1945年 就是 因为 1945年 英国再次从 因为叫日本投降了 英国再次取得 新加坡 然后1946年 新加坡成了这个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就是不再属于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四个苏丹成立的联邦 联邦制吧 也不是叫联邦 应该不叫共和国 反正就是一个联邦 然后1958年 然后新加坡 不好意思 我这现在 直接对着这个屏幕 然后再翻译成中文 不怎么留意 然后就是 新加坡在1958年 取得内部管理 内部 内部自治权 就是在英联邦内部 他们可以自治 然后1959年 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 然后就已经这个人民行动党 得到了43个训委 总共当时总共51个训委 他得了43个 然后成立了 执政党 然后李宽耀 李宽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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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成为敌人 叫什么 宗领 宣誓就职 1959年 1959年 到现在就差不多 几十年 60年 他们加州 从新加坡 到明年就60年 然后1963年 建立了 马来西亚联邦 当时新加坡 也是成员之一 然后新加坡就取得了 独立 从英联邦 独立出来 这估计也是一个曲线独立吧 然后到1965年 8月9号 新加坡又从马来西亚独立了 因为巨大的差距和马来人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这个种族或者像民族也成为种族上的巨大差距 然后成为那个独立的共和国 自立 然后 自立和独立的共和国 成为22个英联邦成员之一 117个成员的联合国中 联合国加入了 讲什么 应该怎么说 成为了联合国的117个成员国之中的一个 然后1969年是 成立了这个南亚联盟 南亚联盟 然后1971年 1971年他们成立了他们他们达成了协议 就五个有叫什么有利的协议 叫什么强力或者强力协议 就是Fiat Tideon's Agreement 就是叫什么联合防御 对 和马来西亚 然后和那个Australia Newsland 新西兰 和美国 美国这么远 也跟他加入了联合防御 联合共同防御 然后1990年 他退出 从哪 就是李光耀 所谓的国家建立者 和总理 首相 Premier Minister 总理 就是 然后这个什么 中间那个Tongoko 然后这个Tong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成为这个第二任总理 中间还有一个人 他和他儿子之间 还有一个人 就过渡了一下 成为第二任 宣誓成为就职 成为第二任首相 或者总理 然后李光耀 就是成为这个 新岳月文minister 就是 叫什么 就是什么 顾问之类的 就是 新岳月是长者 minister是部长 部长是什么 长者部 顾问团 长老 成为长老之一 1993年 嘿 才经过第一次 才1993年 他们第一次直选 这个 国家总统 就这个Tong Ong Tang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当时新加坡的 第一任名选的国家总统 然后1999年 就是现在的国家总统 不知道现在还试过 这是2015年的 对 这是2015年 这是我第一个学期 学政治的时候 第一个学期的 那个教子资料 这个 是什么 Natan 是什么 什么Natan 就是那个 像印度名字 成为国家总统 然后2004年 8月12日 就是李显龙 成为第三任总理 看一看 中间还有14年 我还以为这个李显龙 但是李显龙 当然在长老部里面 还是就是幕后 内阁的幕后 就像幕后控制者 像邓小平当年 这14年 估计那个首相 第二任首相 也是个 第二任总理 也是个 表面上的 亏内 然后这个 Tang Go Ko 这个人又成了 这个长老部里面的 长老部长 内阁的长老部长 然后这个 李光耀 然后又成为了 Minister Mentor 就是又成了 这个叫什么 辅导部长 就像那个学校里面的 Mentor 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就是辅导 就是部长辅导 当2016年5月6号 议会选举 PAP Public Action Party Public Action Party 人民行动党 竟然获得了82个席位 当时总共84个席位 他们获得了其中82个 你看这个集选还加大了 自从这个李光耀的儿子 李显龙上台以后 然后他们确认了 这次议会确认了 李显龙的 李显龙 他儿子李光耀的 李显龙的总理任职 就之前 可能只是过得现在 总议会没有批准 然后2011年 又有选题 2006年 5年一选 然后5月7日 人民行动党又获得了90个议会席位中的81个 这次少一点 这90% 然后就是再次成为李显龙 再次连任部长 然后20... 不是叫什么 连任的Premium Minister 就是首席部长 其实就是首相或者是总理 连任总理 然后2015年 就是议会选举 又一次进行议会选举 叫9月11日 然后人民行动党 这次又得到了83个席位 然后李显龙再次担任总理 然后这次资料上就没有写他名字 直接写了个龙 龙 再次 得到什么 确认 就是议会再次确认他为总理 2015年 李光耀死了 他竟然死了 我知道 这个老独裁者 然后他们的政治制度 就是他们的 1958年的宪法 说他们国家是 不好意思 我要挪动一下 睡得比较少 比较内容 再靠一靠 沙滑上放松一下 昨天睡得很少 很晚才睡 昨天也跟大手国际一起开了个会 晚上 8点多才开始 讨论了一些问题 我这也预告一下 今后会有不少大手国际的专家们 研究人权各个方面的 我们论坛来跟大家介绍国际上的维权经验 非暴力抗议 非暴力运动 争取权利 争取各种权利的运动的经验 然后就是 在国家在鼎丹 是国家总统 这就是宪法规定而已 然后就是六年一选 通过经过议会选举 他当年是当年1958年 我们刚才说过是不久前才第一次直选 国家总统 所以他当年宪法规定是总统有议会选举 那就是象征性的作用 是这个德国 是新加坡总统的 他的意义 他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他同时还有这个否决权 在国内政策的否决权 然后就是 他还可以任命这个最高法院 最高法官 这就是宪法规定的 然后这个minister president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minister president 就是相当于部长里面的主席 就是首席部长 部长在中国也叫象 古代这么像这个 日本也叫象 就是各个部门 后来叫 在古代中国叫象 就是首相 就是第一 第一象 象们的头 所以就是 其实这个部长总统的意思 就是首相 或者部长 叫做总理 总理衙门事务 就是他通领各个衙门的事 各个衙门的所的衙门 就是中央政府的衙门 就是各部 然后就是 他由这个议会的 叫什么 多数党 从这个议会多数党里面 选出 就或者出自议会 议会多数党 然后就要经过这个 国家总统的任命 然后这个政府首领 就是总理和他的十个部长 就是对议会负责 实际上就不是 实际上这些跟中国的 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点像 他们所谓的部长啊 什么议会啊 都对这个独裁者 独裁总理负责 然后议会的议员 就是每五年 选举其中的40% 哦不是 我说错 因为没看完全句话 他们这个 40个 多候选人的选区 你们选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9个 叫什么 单候选人的选区 通过这个多数 叫什么 不知道这个叫 就是像英国那种选举制度 叫什么 多数票当选的那种 不是就是 不是像德国的这种 比例代表制 他们叫 他们是多数 选举制 他不是比例选举制 就是你谁得票多 只要你超过50% 或者你比对方多 比方说 如果你是 在这个 叫什么 公文也是 说不 没睡好 也是说不 说不出来的 就是独裔 独裔代表的那个选区啊 只要你这个人 你超过了别人的选票 你就给当选 然后他呢 有40个多选 叫什么 多 多席位的选区 你就可以 可以 可以叫什么 几个人共同竞选 就算得票 你的高低 前几名的人当选 然后就是在 议会和 政府之外 还存在一个所谓的 还存在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 相当于这个医院 或者是叫什么 顾问院呢 这些 参议院之内的意思 但是他实际上是所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合 起融合作用 它主要在于这个 立法的时候 兼顾这个三个不同的种族群体 中国呀 汉人啊 中国人啊 马来西亚 马来人啊 和印度人 他们进行 这个所谓的参议院 主要是在于立法 在在这个监督立法中啊 就是 是批判性的意见 就是看着这个立法 是不是符合这三个团体的利益 是不是侵犯了其中一个 两个甚至三个 然后在第一次 自从第一次议会选举 在1959年的议会选举以后 就是 一直是人民行动党 统治国家 就是李光耀的那个党 从1959年到现在 不输入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这个人民行动党的霸权 直接就说的这个专权 是和他的选举制度是非常有关的 他们就实现了这个多数学 多数获胜之 就像英国那种选举制度 然后从1981年开始啊 这个 慢慢就是也 也叫什么 引入了这个 多数代表 多数叫什么 多数人选区 多数一席选区 就不是像英国 英国到现在还是 每一个选区 你只能选出一个人的 所以你到最后 就一般的就是 他就容易形成这个 两党制 但新加坡英国是独裁 他所谓就 就是一党独当 你在民主国家 如果是单人选区的话 就很容易形成两党制 你只能选出一个人 所以你 小党派根本就没有机会 你只有和这个大党派联合 或者是被他融合 或者是加入他们 所以最后就只能 剩下两派角逐了 就大家很多人 无法理解 为什么单一选区 只有只选 只有一个议席 所有的选区 只有一个议席 的话 为什么会形成美国那种 两党制 英国那种两党制 就是这个原因 那小党没有机会 你不像那个德国 德国那小党 只要你有三个人 进入国家议会 你就可以从那个 政府获得补贴 你每得到一票 选票 政府给你补贴 将近一欧元 你看德国有八千多万人 如果你只有3%的选票 就他的这个 18岁以上的公民 选民资格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德国出生率低嘛 所以他可能有 6000万 6000万的 1%就是多少 60万 然后3%就是180万 你看他如果获得 100%的选票 他也可以 他5% 在德国获得5%的选票 你才能进入议会 然后你5%的选票 得到5%以上 你才能得到政府补贴 但是这已经很多 你看5%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300万人 300万人就是将近 一个人好像现在是 一票是补贴多少 不到一欧元 8毛多 300乘以8毛多 也剩200多万欧元 也够他小党派开支 进行宣传 开会 组织活动 所以他们也有生存机会 但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制度 我还没讲 他们又太乱了 他没有设置这个限制 所以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你都可以成立一个 你可以拉一些大旗了 说我要成立一个党派 我要去参加竞选 所以这个议会里面 就是小党林立 各个党各打个人的散盘 所以他没法通过 有效的协议 那黑洛党们 也有自己的代表 在议会里 你像贝鲁斯科 贝鲁斯科尼 不知道是 公共怎么办 是叫贝鲁斯科尼吧 很多人推崇他 说他是在那 他就是个最坏的人 他当上 他就是利用这些 邪恶势力当选 当选以后 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吗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 追溯有效期 就是犯罪 受处罚的追溯期 改成了绝对的 就是哪怕你就是 被抓了 只要没判刑 比方说你这个罪是 它是很重的罪 也是追溯期很短 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比方你要判 终身监禁的 可能追溯期 就五年或者十年 即使你被抓了 他就从你这个 犯案的时候开始起 比方你犯案的以后 过来一年被抓了 两年被抓了 如果追溯期是五年 你至于三年 三年之内 如果没被判刑 你就被放出去了 这就是贝鲁斯科尼干的 然后他更改法律 他把很多法律 因为他自己干了 很多犯法的事情 他做了很多不法生意 他就把那些法律都改了 改了以后 就是他就 法院本来以前都在起诉他 即使他当上 被当选以后 法院一直在找他财长 但是这个 意大利人呢 很难 他的司法系统效率很低 关键主义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一直都没有 没有审判 所以这个 意大利的很多 黑社会啊 黑书党啊 包括这个 做生意的犯罪分子 都逃出了 法律的惩罚 然后贝宿斯科尼也是 他在法院还没来 就判到这些 把法律都改了 而且他这个改了以后啊 这个还不能适用以前的 而且他因为他这个 追诉期 他以前犯的罪 比方说十年前 五年前犯的罪 现在都都过了 都过了追诉期了 法院就不得不放弃了 然后这个 他们的法院 最高联邦 他们宪法法院 又判决这个 归诉期违法 但是后来 欧盟议会 把欧盟法院 又判这个 他们宪法法院 他说你这个 你这个判决是违法的 因为你现在 法律规律 归诉期就是这么 虽然从道理上来说 从正义上来说 这个法律是错误的 但是你法院 你只能遵守法律 很多时候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有问题 就会很多道理 很多废论 大家都这个笑话 你就这样 所以这个 这是回答 网上一个人 是哥颂 贝鲁斯科林 说他私德 他什么 和这个未成年女人 性交 搞什么性交派对 这些是私德 这不是私德问题的 首先你和未成年女性 而且不止一个 模特发生性关系 你就是已经触犯刑法 就是重罪 触犯了这样的刑法 你就是不能当总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制定的这些法律 给自己脱罪 给黑社会脱罪 给黑社党脱罪 你说他怎么可能 是一个好的政客 或者是国家 什么领导人 根本就不配 所以这就是给垃圾 垃圾国家 垃圾人 现在他们总理 更是出来一个毛组 这国家制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形势 不要是什么任何国家 打着个民主的民意 你就去羡慕他 你学也要往好的看去 你不能说 你是天天吃屎的 你就羡慕那天 一天吃90%的屎 只吃1%的饭子 你不知道他有1%的米饭吃 10%的米饭吃 你要羡慕他吃100%的米饭子 真正 叫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粮食的 你不要羡慕那个 吃90%的屎 讲1%的粮食 10%的粮食的 然后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哦 就他这个POP啊 这一点也跟上非常切合 刚才说的意大利的情况 这个人民行动党呢 他们制定了 他这个非常严密的 这个组织行使 然后就是促使 促使他们能够 让这个选民跟自己接近 因为他就是独裁家长似的 你不跟他接近 你就要吃苦头 你像他一些 新加坡的 如果追求工人权利的 就受到很 很大的政治摧散 就是成为国家公敌 还有那个 我女士提到的 有个中学生 又要骂他们的总理 不知道是英文什么 我忘记了 结果被鞭挡 被关进精神病院 你看这是 你还竟然羡慕这样的国家 我觉得你这脑子有问题 然后这一页 我们讲完了 就先停到这 然后下一个 下一次我们再讲 估计下一个星期 有美国的国际组织 来讲一下这个 美国的这个权力运动 就民权运动 所以可能下个星期 下个下个星期 我都不讲了 就嘉宾们讲 当然有机会 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不是每次都有嘉宾的 我们会接着讲 然后这还有几点 一个就是 就因为他们的反对派 就是在 在这个 在议会里面 缺乏代表性 就因为这个 人民行动党 他们的一些卑鄙做法 他们席位太少 所以就很难达成 对这个政府的有效控制 就控制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反对派的 就所谓在野党的 这个候选人 还有他的这个宣传机构 就是经常受到 政府的控制 甚至会受到刑事指控 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看过一些报道 然后这个 就是这种 民主制的缺陷 就 就因为他这个南亚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为当年这个什么 四小龙 经济发展就掩盖了 这种政治缺陷 民主上的缺陷 人民就觉得还可以过 跟中国人一样 前几年 当然今年经济受到重创 人们觉得只要我不惹他 不惹这些独裁者 经济上过得好 当然他们比中国更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出国呀 这些 所以他们也能够忍受 但是年轻一代就不一样 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接触互联网 通过各种游戏啊 什么的 更容易联合起来 所以更容易争取 自己的权利 行动起来 那现在也50分钟呢 我们就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看看还有多少 还有多少页 一共是这个 我用的这个什么 57页 那讲了37页 一大半 后面就一些问题啊 什么的 到时候会提出来 让大家下期 下一期的时候 就听说让大家 就思考一下 或者我可以看看 我先把这个问题提一下 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中国面临的问题 就是经济增长 可以一直在 没有民主的情况下 保持吗 这就大家的一个问题 下次会解答 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问题 嗯 就还有这个 独裁的后果 大家可以想想 有什么 有哪些后果 然后就是 这儿有些什么问题 嗯 实际上在东南亚 呃 国家 新加坡是这个 经济发展 最 最有 叫什么 呃 占首位的 就是最最成功的 国家 嗯 就是新加坡正走在 从独裁 从从专政 走向民主的道路上 大家怎么认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新加坡正在新加坡 就是新加坡怎么样可以就是把它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控制权呢 就是叫什么固定下来 我估计很难 他国家这么小 平级他是英联邦的成员 然后就是 呃 英语优势 然后毕竟他小 就是 呃 加上这个对经济的自由 就相当于这个香港当年的成功 所以他就是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是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但是继续走下去就估计会有问题 因为他当他周边的国家都民主起来 肯定会超过他 而且刚才说的年轻人也再也无法忍受这个 老独裁者的控制 叫凌辱 就是这个城邦国家 就他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国家嘛 这个城邦制的国家 就是面临哪些挑战 然后就是 还有一些 就就给大家提供一些 这个叫什么 私物 一个就是合法 合法性 就是通过 呃 经济增长 和这个 提高人民的收入啊 福利啊 这些 就是能不能给他 独裁一个独裁政权提供这个 或者专政政权提供合法性 当然这里是战时的 然后他们 和医院 然后就是 新加坡目前还是走在这个 一个 叫 我以前也提过 不过是在网上 在这里文字形式 就是 新加坡 它属于这个 知识性的社会 它就不相当 不干这个中国 中国就是劳动密集性 新加坡 美国就是一个知识性 知识密集性 然后叫 然后叫 就是 叫什么 就是 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说 就是 就是服务性呢 就实际性呢 就是 操作啊 或者是 代替这个 民主思潮 务实性啊 就务实性 代替这个 民主思潮 应该怎么说呢 叫 务实性 我们中文应该怎么说 叫 就 芝麻务之性的这些东西 应该叫 实际 叫 实际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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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们没有这个民主传统 因为受儒家文化影响 就是专政式的政治制度 一直专政式的政治制度 然后就是 发展 就是新的 这个 呃 独裁 就是 发展中国家 那种发展 就发展的意思 经济发展啊 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这种呃 专政式的这个呃 领导 从1965年开始 就是 因为这些 理想 理光耀啊 理光耀的时候 然后到2011年是 奥斯基克 在核心中心 就一直到2011年 就现在已经改成2011年 改成2011年之前就是 就是从来就没有这个民众方面 对这个社会事务的 呃 参与的邀请 他们就那是埋头赚钱吧 是华人社会的大多数 你看这个 我在这边接触很多华人 就就是这样 不管他是哪个国家 他们都是埋头赚钱 关注以前 也不关注社会事务 也不关注民主啊 自由啊 反正他们就是像那个 无处不钻的风样子 哪有空间往哪钻 民主国家给他们提供的机会 他们就钻过去 就这个 哪个解代了 还是这样 这不是个好笑 我建议大家去到国外 不要教你子女认汉字 也不要平时 不要跟他用汉语交流 你送他去学校读汉语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不要去孔子学院 就是外国人开班的 这个中文课 中文课 我发现他们这个 这些会说中文的 或者是这些 中文家人长大的这些孩子 中国人家 中国人后代 这个中国 中国文化的读素 还非常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 首先你要把自己的清洗干净 实际上很难清洗干净 另外一个 你就要让他 不要学任何中国文化 让他学汉字 说汉语可以 任汉字 这些可以 新年纪先讲 等一会儿就是提问 讨论 你也可以讨论 社会制度方面 也可以讨论法律方面 也可以讨论非暴力 当然我们的主题是非暴力 为什么要讲政治制度 讲政治制度 其实这是一个非暴力 前提 只有大多数中国人认识的 或者足够负量的 中国人认识到的 一个社会制度 一个能保障人的权以自由 权以尊严的社会制度 应该是什么样 你只能是一个 民主式的联邦制 共和联邦制 像德国 美国这种制度 当然美国也有它的缺陷 我们也讲过的 因为它这个单一选局 单一选区制 所以他们又对 少数群体照顾不够 像德国就照顾不够 很多人说什么 默克尔是白左 我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 首先你这个白左 体验你是个种族主义者 另外这个左右里的分不清 默克尔是典型的大约工人的右派 他代表基督教群体的 很保守的 他不是选民的压力 他根本就不会做这个社会改革 你根本就分不清什么 左右 所以这种 叫什么 内法西斯分子 我们就要不要跟他争辩 今天就先讲到这 10分钟后 或者是15分钟后 我们来进行参与讨论 10分钟后 因为也比较晚 OK 拜拜 待会儿见 10分钟后